疫情期间如何正确选择口罩 江辉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耳鼻喉科 副主任医师 应该戴什么样的口罩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是戴一次性的 我是戴医用的外科口罩 我是戴N95 我是戴N97 怎么选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好选 大家不要有这种选择征和征 我选这个 我选这个 我到底我选哪个 我家里所有的我都背 我都买了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不太可能 就是说你根据你的暴露的危险程度 来选口罩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也好 教师也好 普通人群 你就戴一次性口罩就可以了 你没有什么风险 你不接触其他的人 但是医生 医生也要分级的 比如我们去武汉的医生 肯定是房屋最高级别的口罩 我们普通的医生 可能一次性外科口罩 然后你要自己有条件 你要有N95 N97 你愿意戴你就戴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 根据风险 暴露的风险不一样 我们选择口罩 什么普通的人 风险比较大呢 比如说 公交司机 他接触人比较多 他可能就风险比较大 所以他戴的口罩呢 可能防护性要更好一点 专家提示 根据暴露的危险程度 来选口罩 如普通人群戴一次性口罩 普通医生戴一次性外科口罩 一线医生戴防护级别最高的口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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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